由凤凰慈善基金会主办的爱心送暖到云南 辅助同梦可成真 2016-2017山区探访活动于近日在云南举行 基金会创会主席李物龄博士太平绅士 带领40名香港义工 抵达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乔山镇 走访乔山镇中心小学 官房小学 迪武小学和和平小学 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为当地教育事业发展出心出力 义工们还为当地学生准备了包括 魔术 音乐 武术 以及拍摄证件照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李物龄代表凤凰慈善基金会 向官房小学捐建武术广场等校舍 捐赠文具等物资合共超过56万元人民币 他说 今年是基金会连续第四年来到云南 基金会将持之以恒做好助学工作 并已定立20年的工作计划 相信这只爱心凤凰定能展翅高飞 所以大家也不要亏心不要放弃 一定要念好你的书 把你最优秀的功能发挥出来 因为人天生活才必要用 我相信未来 我会带动越来越多的人 来支持我们齐良县的学生 希望通过遭遇能改变你们一生 我们下期见